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龙腾花将 我身边是一份大叶万年青 虽然大叶万年青扬植起来 不像其他官业植物这么浇气 但是你平常扬植的时候 也得付给它影响几点 正要才能扬好大叶万年青 首先我根据个人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几点 首先是光照方面 大叶万年青很不习惯 你平常扬植的时候 可以一年刺激 把它放在客厅的扬植 在微软的光线下 它生长良好 但是你要有条件的情况下 你特别这个技巧 你让它再扬植 接受二到三号水的光照 你夏天的时候 坚决堕卷光照 特别光线很强的时候 很容易把这个叶皮 卷取或干涂的现象 这个植水方面 你冬季给万年青植植水 你必须得见干见实的药 盆土不是跟黑干的情况下 你坚决控制脚水 这个夏天的时候 你必须得保持在每天一水 你要是关于黑干的情况下 很容易导致这个叶子这个干边 忽然的现象 这个实费方面 大叶万年青比较吸费 一年刺激吧 你除了这个冬季控制实费 气味季节吧 你不费性质 你多吃点淡费 因为它这个主要是关于叶子 也就是不让它开花的情况下 你可以多吃淡费 用这个尿素给它干 6.2%的这个鼻里 给它搅拌 这个叶皮很轻 虽然这个万年青必要涂放 但是应用这个涂体树 必须得保证它土肺有效 没叶子能长到这个一米多 你不按要高的情况下 可以进行给它端子 给它修剪 修剪以后吧 它这个境界 这个浅擦以后很容易成化 到时候吧 你可以减了以后 减了把它擦它 这个一盆能变多盆 好了 关于大叶万年青的养殖方法 我给大家介绍这一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